Hello大家好,我是宋玲 今天我要教大家煮奶茶 其实我特别喜欢喝奶茶 但是呢,在以前视频里面我也提到过 我家这边的奶茶店 已经都把奶茶做成了我喝不起的样子 还好我是个够执着的吃货 所以呢,在我连续折腾了一个多月 消耗掉了家里茶叶库存的一半 然后喝掉了无数杯失败品之后 终于被我研究出很厉害的配方 嗯,其实也就四种配料 首先把350毫升水倒进小锅里煮开 在这一个月里面我试验了十几种茶叶 包括各种红茶、绿茶、水果茶 后来甚至连玄米茶、大麦茶、玉米茶 我都没放过 再后来我就诚恳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因为这几个跟牛奶煮一块真心难喝 目前呢,我的最爱还是西兰红茶 伯爵红茶也不错,很适合拿来煮 水开之后呢,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五到十克茶叶 转销火煮五分钟左右 期间不要搅拌 想要茶味浓的呢,就放足十克 喜欢奶味浓的那就少放些 不过也不要少于五克 不然你直接去热杯牛奶喝好不好啊 现在有些奶茶店说自己只用牛奶煮茶 不加水 然后呢,这个听起来很美好的口号 让我白白搭进去两升牛奶 牛奶本身已经很浓了 直接用来煮茶会让茶艺的香气非常难释放出来 所以呢,除非你是要煮拆替 也就是印度奶茶之类香料很重的茶叶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用水煮茶 然后再加牛奶 五分钟计时结束之后呢,倒入牛奶 然后稍稍地搅拌一下就可以 小火再煮一分钟,等到牛奶温热之后立刻关火 千万不要把奶煮沸 喜欢甜的呢,现在可以加糖或者蜂蜜 我用的是自制的奶油焦糖酱 食谱链接我会放在信息栏里 隔着滤网把奶茶倒进罐子或者杯子里 丢掉茶叶渣,然后呢,一杯香浓顺滑的奶茶就煮好了 其实自己在家煮奶茶不仅仅是为了好喝跟省钱 更是因为自己用的是真材实料 牛奶呢,是新鲜的 茶叶呢,肯定也是质量好的 只要控制好糖分的摄入 那天天喝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呀 希望大家喜欢这期的视频 如果喜欢我做的菜的话呢 请关注我的频道 每周一跟周四我都会更新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